這局完成了 甚至於隔了這麼久 再度的在一軍出賽就有滲透的資格 比賽剛剛好來到一半 現在來到五局的上半 當然就以開賽設定的六十顆球來講 的確這一局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比心投了五十一個球 要用十顆球來解決這一局 的確控球的盡力盡了一點要更仔細 而且打者也得捧場 這個球偏低 我也蠻期待今天 不管最後的一個 這個結局是如何 林恩宇能夠非常正面的來 看待今天的整個過程 給自己一個比較 高度的一個肯定 這個球是一個好球 球數現在形成了一毫兩毫 所以這一局來看的話 當然就我個人認為 不要去太強調 這種所謂的用球數 也就是說 若是六十五個或是六十七個 沒有辦法把這一局給人家解決掉 至少帶著這種所謂 勝利候選人的一個心情下去 我覺得 對這種所謂長時間復健的選手來講 的確是一種正面上的鼓勵 現在是兩好球兩壞球 畢竟不是說已經一百球以上了 那當然就是要保護選手為主 是 現在是兩好球兩壞球 結果這個球偏低 因為當然就了解其實 林恩宇在扭捧原則上 也有投到七十甚至八十以上 當然我們很清楚就是說 扭捧的強度原則上 跟比賽投球上的強度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但前提是說 洛杉磯的手背都 有負擔 或許真的是可以嘗試一下 對 今年在二軍哈拉市 我們前面提到最多投單場六十五球 來到了兩好三壞 這個球揮棒落空 把張泰山給三勝 所以今天林恩宇 讓我們看到 其實當然速度還是沒有回到過去 但是我們看到他一些 變偏高的一個訴求 都能夠吸引打者的揮棒 這就代表說他的訴求 他進了一點是非常有偽勁的 因為你面對這種偏高的球 很多時候沒有偽勁 很難去吸引打者的揮棒 而且又面對像這種張泰山 這麼有經驗的損手 都有辦法把這種拼高的球 讓他是三陣的話 或許他的一個偽勁來講 其實做的都有一定的水準在 是 現在輪到郭戴琪 走 郭戴琪今天第一次打了一個 對優愛的飛球被接殺 在三連戰的前兩場 郭戴琪可以說是 相對最頭痛的打者之一 然後兩場都是三安打 都是猛打掌 而且都有打點 其中也包括昨天的勝利打點 這球達成了一個插棒界外 球數現在形成了一好球一壞球 但郭戴琪這兩場的比賽 在揮擊看起來的確 都把一些投手投得非常好的 進了一點點 然後打得還蠻理想的 最主要的過程當中 就是他在揮擊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這種所謂的重心的維持 做得非常好 目前聯羽的用球數也接近60球了 已經來到這是第59球了 球數現在是形成了一毫兩塊 也有可能是 或許超過原本設定的用球數 相對會喊個暫停來詢問一下 林恩宇的狀況 也說不定 怎麼做最好 其實有時候也很難講 但林恩宇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角色 有球好球 沒錯的確 若是林恩宇真的能夠 接下來都有這樣的一個表現的話 那以兄弟向著這種所謂 先發輪子表來講的話 那就會越來越穩固 包括像楊將 或是前一天的曾崧瑋 曾祈宏 搭配起來其實就有很好的一個先發陣容 六十球了 所以如果沒有狀況很可能希望他能夠把這局完成 兩好球兩敗球 這球打了一個反方向的高飛球 在左外野方向 對左外野手郭建宇的退後點接殺 現在是形成了兩出局 看起來在四局完成之後呢 應該是已經有做好相關的一些溝通了 身體的狀況 林恩宇應該是可以負擔的情形之下呢 看看能不能夠把這個五局給完成 現在只差一個出局數 當然關鍵其實也不在今天 以這種所謂復健的頭手 他關鍵是在明天 也就算明天如果是身體 都沒有一些痠痛 或是他沒有太大的一個舒服 原則上就差不多好到應該有到八九成 因為以現在頭手來講 他身體是處理比較抗奮 加上他可能有球數上的一個 分數上的一個領先 所以他會暫時忘了他的一些疼痛感 但是你休息經過冰複治療 就是隔天的一些狀況才是評估的重點 對 因為不是指投今天就好 所以這也是後續還要在觀察的地方 劉福豪這個球揮空 球數現在形成了兩好球沒有壞球 所以的確今天的比賽 我們也看到林恩宇也運用非常多的一些變化球 跟打者做對決 而且他這個慢速的曲球 的確能夠達到所謂的速差的一個混淆的效果 劉福豪今天第一次打了一個中矮的飛球被接傷 這個球來了一個速球 現場測試140 所以當然要以官方的測速槍為主 今天應該連魚最快的球速是有超過140 所以我今天快速球當然還沒有辦法完全恢復到以往的一個水準 這也是必須要循序漸進 你倘若 林恩以過去的控球跟他的經驗來做搭配的話 其實一三八到一四的之間 若是能夠巧妙的運用的話 原則上還是能夠有效的牙齒大折 其實我們看他今天 以投到現在投出的三四三針來看的話 的確投球內容來講的確是不差的 現在是兩號球兩塊球 這個球達成了一個插棒接換 最主要他除了會的球路多之外 除了他每種球的控制力都不錯 沒錯 這應該是林恩以最大的一個優點 就算我們看到前面所提他的慢速曲球 滑球以及直叉跟變速走運 他在近雷點的掌控都有他的一套 兩號兩壞 這球是打者呢 碰了一下形成了一個界外球 等於是球去找棒子一樣 今年到目前為止 市隊在到現在第五局為止 僅僅只有張泰山的一支安打 前面的兩場比賽 三連戰的前兩場 火力都發揮得不錯 聽見林恩宇跟陳志弘的搭配 節奏也都蠻好的 現在也逐漸的接近七十球 所以其實也跟一般的先巴頭手 其實整個狀況 就如同昨天在談曾宗偉一樣 其實漸漸的 只要能夠有慢慢的一些進展 相信接下來大家也會 會逐漸忘掉一些什麼傷後付出的這些問題 會用比較平常的看法來看待這些投手 最後是出現了一個保送 火力安宇從目前的表情來看 都還在他的一個控制當中 我這時候相對還是比較謹慎的喊了一個暫停 我應該是來詢問他的一個狀況 而且也有這個必要 因為畢竟我們前面就提到 如果他設定到了六十球 那他現在已經投到六十九球了 的確這時候 要上來詢問他的一個狀況 跟他繼續往下投的一個意願 對 應該最主要是確認一下 身體的一個情形 那這時候其實 意願的一個強烈的感覺 真的會大於身體 也就是說 可能你真的很想投 但是你身上後續有一點點不熟 但是你可能不會察覺到 現在面對第八棒的圖壯勳 現在是兩人出局 有抱在一壘上 今天的市隊有兩個上壘 是靠著保送 圖壯勳前色的打擊是遭到了三陣 三連戰的前兩場都蹲滿全場 加起來是十個打數三隻安打 連兩場都有安打 抓第一個球結果揮空 五局的上半 市隊也經常是從兩出局之後 來展開攻勢的可怕的打線 所以投手當然還是得要謹慎的來面對 野上跑得走了 這個球打成了一個飛球 在中外野方向應該沒有問題了 中外手接殺出局 林恩也相當的振奮了 完成了前面五局的投球 是沒有丟掉任何的一個分數 看起來是可以告一個段落的 目前0比4同一市隊落後 謝謝大家 在那邊 對